来 卖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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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案小组当街盘查理性制毒师 并顺利从工厂内收出大量 俗称喵喵的毒品成品 半成品及原料 共180公斤与制毒器具等 刑事局与南投警方日前接获勤之 指出嫌犯在南投山区制毒 因此共阻专案小组进行追查 办案人员还未装登山客 以确认制毒工厂位置 及理性嫌犯制毒试证 案经专案小组伪装登山客 深入山区跟迁收证 确认制毒工厂 是位于南投县中寮乡 这个制毒工厂的四周 有林木环绕 极为天辟 经过专案小组 五个月的整密收证 确认了犯嫌的制毒试证 以及县处处之后 立即向南投地检署 以及法院申请合发 拘票及搜索票 于3月7号及5月24号 发动了两波的查契行动 查过喵喵制毒工厂 并查扣喵喵的成品 半成品及各式制毒原料 共计180公斤 并拘提理性制毒师 以及许性共犯道案 警方进一步分析 市面上的毒咖啡包 每包约含0.3克的喵喵毒品 因此初步估计 这一次查获的喵飘成品 半成品及原料 约可制作60万包 毒咖啡包 本案所查获的毒品喵喵 就是掺杂在市面上的 毒品咖啡包 目前市面上的毒品咖啡包 里面每一包 约含有0.3克的喵喵毒品 经估算 本案所查获的毒品 以及所有的原料 可以制成60万包的 毒品咖啡包 索性警方及时查获 制毒工厂 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警方已经将理性制毒 施及许性共犯 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地检署侦办 两人都遭裁定积压禁件 刑事局方面强调 毒咖啡包吸食过量 可能致死 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因为 好奇心轻易尝试 刑事局方面也将持续 强力扫荡黑帮及制毒工厂 以维护国人健康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